所以偶一大师给自己知己 这一生定了一个目标 写了一首《寄宋》 偶一大师这样讲 子徒下品连生 便是终生定局 不敢大言其事 致使法门受 偶一大师说什么 我这一生下品老生 便是终生定局 我这一辈子可以了 不敢大言其事 偶一大师说 他老人家一生不敢讲 讲这些 讲了之后做不到 他感觉是对法门的一种侮辱 偶一大师一生当中 不接受丛林寺院的邀请 讲经红法 我看偶一大师的脸谱 偶一大师讲经 台下听众大多都是八九个 几个同修在一块学习佛法 所以我在大陆讲经 有些寺院有压力 怕请我们去了 没听众 我说没关系 最起码你就是一个听众 我们自己还有几个随从 我们自己学习 一样 有多少听众 我们也不攀缘 因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讲经听众人多 才能往生 听众人少 不能往生 那我就要追求听众 越多越好 往生没有这个条件 没听众也能往生 往生在念佛 在过去有一个人 有两个人 向一个老和尚请教 请教什么问题呢 有一个人就说 吃鱼不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观念 另外一个人就说了 吃鱼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两个人就争论 然后找到老和尚 就问老和尚 吃鱼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 接着这个人就问老和尚 表达自己的观念 吃鱼不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另外一个人就说了 不吃鱼 吃鱼能往生 极乐世界 老和尚回答的很有意思 吃鱼能往生 极乐世界 那些猫都往生了 它都吃鱼啊 这个人想 哎呀那我说的可能错了 那个不吃鱼那个就很傲慢 好像他说对了 然后老和尚就对这个人讲 不吃鱼能往生 猴子都往生了 猴子都不吃鱼 猴子星星都吃水果 这两个人一听都糊涂了 我们俩都错了 老和尚说 往生不往生 不再吃鱼 不吃鱼呀 在念佛呀 所以念佛 就能往生 你懂的这个法门特点 我们三支梁具足 你这一生佛号里面 具足信愿 决定得胜 信什么 信我念佛 必定往生 愿是什么 我就是为了到极乐世界 我才念这一生阿弥陀佛 你这一生佛号里面 自然具足信愿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慌 我念这一生佛号里面 有没有信愿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疑问 那同学们想想 那个大公鸡念佛往生 大公鸡明白不明白 什么叫信愿 大公鸡明白不明白 什么叫法菩提心 他就往生了 凭什么往生 这就告诉我们 这就证明 这一句佛号里面 就有信愿 所以你除了这句佛号以外 你不要在外面去找信愿 找清净 找平等 你找可以 找都是假的 你要知道 你的善 你的清净 你的平等 全是假的 全是从原律心里面出来 凡夫用不了真心 用得了真心 就不是凡夫 凡夫唯一与真心相应的 就是这句佛号 太方便 太容易 所以我们修学的清净 平等觉到哪儿找 就在这句佛号里 为什么 他在这句佛号里 向下看经文 同学们就看到 阿弥陀佛怎么修的 怎么发愿的 怎么立志的 怎么成就的 你把它看明白了 你就欢喜了 相信这一句佛号的功德 是圆满的 清净 平等觉 在过去有一个老和尚 太慈悲了 这个老和尚是 专修念佛法门的老和尚 修得很有成就 他在修念佛法门之前 他其他法门都了解 《大藏经》读了五遍 老人家在往生之前 这个徒弟就向老和尚请教 师父 你老人家是坐着往生 还是站着往生吗 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念佛往生的殊胜 同学们想想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 我们都想表演一个 念佛往生殊胜 这样一个瑞相 坐着走 站着走 老和尚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老和尚就告诉他徒弟 我也能坐着走 我也能站着走 但是我不能这样走 我要躺着走 那个徒弟就说了 师父你能坐着走 能站着走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 做个榜样呢 老和尚说 净土法门是广大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擅自已经视线了 他们可以坐着走 可以站着走 但是很多修行人 大部分都修不到坐着走 站着走的功夫 我为什么要躺着走呢 我告诉大家 躺着走也往生 怕大家没有信心 有很多人认为 得病了不能往生 我走的时候 业章这么重 不能往生 老和尚就怕我们失去信心 所以老和尚说 我躺着走 让以后躺着 离开世界的人 不要怀疑 你还决定得胜 我看到老和尚这一段 开示 我们想真的流眼泪 我们真的是业障重 以前我们看 印光大师这些记载 印光大师临终的时候 也视线危急往生净土 我们世间人 业障重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到有一些高僧大德 临终的时候走得不好 我们还会说三道四 你看这大德 这一生修得这么好 红法力生这么有成绩 你看走的时候 是这么走的 我们不能体会 这些高僧大德的视线 我看到这段开示之后 我们才知道 忏悔吧 我们业障太重了 体会不到主事大德 为什么这样视线 视线就是给我们有信心 你临终有病痛 或者你得了什么病 离开这个世界 很痛苦离开这个世界 你不要怀疑 你决定得胜净土 主事大德 就是怕我们临终 遇到这个境界怀疑了 哎呀我没修好 我有病了 我疼痛了 哎呀我有点昏迷不醒了 我还能往生吗 就怕这个怀疑 即使你昏迷不醒了 你要记得 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场呢 阿弥陀佛还是接你到基督世界去 我这回来新加坡 有一个小条的体验 什么体验呢 我在香港机场 有这样一个体验 在香港机场的时候 我在上飞机 寄行李的时候 这个航班的服务人员 看我的这个签证 看我的护照之后告诉我 你没有返程机票 你不能上飞机 你不能来新加坡 说完之后把我的护照 你要啪 就扔在那柜台上 这一般情况下 我马上我就会着急 哎呀我不能来了 不能来了 我要从香港再返回国内 这多难受啊 我当时没难受 为什么没难受呢 我就想我肯定能到新加坡 我怎么能到不了新加坡呢 来这么多次 还住过这么久 我当时就 有一种信念 我肯定能去 你说不让我去 我也能去 所以我就没着急 这个信心呢 还能维持一段 可能再过几分钟就要着急了 维持了一段呢 正好旁边这个服务员 他就过来看我的这个签证 他一看 哎呀你看错了 这个人可以去 哎呀我又可以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 虽然是小事情 经历完之后啊 当时我在飞机上 我突然间就想到这个事情 信念太重要 信念能支持你 信能帮你得定 我为什么没着急 没上火 没马上跟他辩论呢 怎么怎么样呢 求他呀 我没有 我就想我能去 肯定能去 所以这个信心呢 就好像我们去极乐世界 很有把握 怎么没有把握 别人任何人说我不能去 我都不信 我信阿弥陀佛说我去 我就能去 阿弥陀佛要我 阿弥陀佛要的就是我 阿弥陀佛所有的修行 就是为我修的 如果我能修 阿弥陀佛还非这么扎金干什么 我自己能去 阿弥陀佛不找麻烦 就是我去不了了 所以阿弥陀佛在帮着我去 所以同兄们 净土法门主要对的根基 我跟同兄们说句实话 是对恶人 兼待的是杜善人 这个话我一说出来 很多同兄不容易相信 你独漫无量收集 你就相信 其他普通法门是 杜善人 兼待着在杜恶人 这个恶人能转善 他就能修成 他在转不了善 修不成 这个法门是主要杜恶人 恶人容易夺度 恶人就像我一样 穷光蛋 我容易死了 上飞机 兼待着度善人 善人指的是 罗汉 菩萨 他们不得度 不在这个法门得度 没关系 他们不会堕落 我们不得度就麻烦了 所以同兄们设想一下 假如你有三个孩子 老大 老二 老三 同时掉到水里面 老大长大一点了 他虽然不会游泳 但是他能扑腾一会儿 老二也能坚持一下 这老三太小了 马上就要沉底淹死 这三个孩子都在水里面 你先救那个 有智慧的父母 都会先捞那个小的 小的捞上来了 那个老大老二 还能扑腾一会儿 还活着呢 再捞老二 捞老大 我们就是那个 马上沉底的孩子 最急要救的孩子 所以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摆在第一个度的时候 我们 第二是罗汉 第三才是菩萨 所以阿弥陀佛发心 就是为我们发的 就是为我这个人发的 我看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为我修行 为我发愿 阿弥陀佛要救我 要接我 再做同修 看无量寿经 那就是阿弥陀佛要接你 要救你 所以阿弥陀佛救我们 我们只要配合 就成功了 配合一点也不复杂 就是这句佛号 念清楚 听清楚 有时间就念 所以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念佛的方法 在弥陀经里面 就一句话 而教我们发愿 说了三次 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愿意去 真心想去 念佛不用人教 念佛不用人督促 你说我这个佛号 念四字啊 念六字啊 念四字五音啊 还念六字二音呢 不用人教 念佛没有样子 你真心想去了 你会千方百计 想办法念阿弥陀佛 关键的就是 要把你愿生净土的 这个心 引发出来 所以在这部 《无量寿经》里面 后面会给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多么庄严 让我们生起 向往之心 再后面给我们介绍 西方这个娑婆世界 多么危险恐怖 让我们生艳丽之气 同学们想一想 你看完《无量寿经》呢 我们大概都 都预知十字了 我预知十字的不准 但是虽然不准 但不会相差一百年 我不敢掐准 我哪一年往生 那我说完了 肯定不会相差一百年 那么远 我们日子都不长了 所以具体哪一年 不管它 假如明天有世界灾难 你害怕 如果你对阿弥陀佛 有信心 一点都不害怕 今天该干工作 干工作 该做饭做饭 到时候阿弥陀佛 肯定接我走 你不要怀疑 哎呀我今天念佛不到三万 阿弥陀佛能接吗 哎呀我念佛不到一万 阿弥陀佛能接吗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功德 是圆满功德 不是说我念一句 一点功德 念两句 两点功德 那叫什么圆满 句句都是圆满功德 所以念佛不在多少 那有些同学 这个话也会听 啊念佛不在多少 我早上前念一句就好了 这一天就不念了 这样的人什么人呢 不想去的人 想去的人呢 有空就念了 那我这个时间实在没空 早晚十年 早晚十年是给那个 特别忙碌的人讲的 像同学们没有工作了 或者年纪大了 在家有空就念了 念的越多越好 所以你要会听 这个法门你要会听 不会听的信破坏心 哎呀你很有心情 我肯定往上 一天念一声 也肯定往上 就念一声了 信把你的行破坏 还有一类人呢 是行把信破坏 他行的很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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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清静不清静 我这样能不能去 没信心 行把信破坏 所以这个法门 你要是正确理解啊 才对 信一念称明 决定得生 而我要勤苦的念佛 勤劳的念佛 信五逆十恶都能往生 而我要勤苦的断恶修缠 断恶修缠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在往生之前 我这个日子过得潇洒一点 我学地质规 地质规让我和人和人交往 少点烦恼 我学感应篇 我跟这个大自然环境啊 少破坏一点大自然环境 道教是教我们 人与大自然相处 儒家是教我们 人与人相处 这些事情呢 你就尽量学 学到什么程度 算什么程度 然后以念佛为主 念佛是主 其他两个有更好 但最好不要没有 我们这样 老法师教我们学地质规 学十三页道 同学们现在学就安心了 要不然你学有危机 哎呀我要没学好 去不了 不是的 尽心尽力学 但是老法师曾经说过 十三页道做不到 你不能忘生 同学们这个话 怎么理解 老法师这个讲法 是遮障式的讲法 就告诉我们 不要放异 你不要认为 忘生太容易了 就放异了 哎呀做坏事就做嘛 反正阿弥陀佛要我 那你这个心态就不好了 我们还要尽心尽力 做众生的好榜样 阿弥陀佛保佑我 我要让这个法门 更多人接受 我要跟人和人的关系 要处好 关系处好了 有缘